從知識者手中接過花束 小池百合子三年任東京都之事 但他臉上卻看不到喜悅 選前種種跡象 已經證明民意的背離 投票結果也證明 小池得票率僅僅4成2 是他三次選戰中最糟的一次 尤其廣島偏鄉來的小伙子 十萬生二給了小池極大威脅 雖然輸了126萬票 但十萬生二的記者會 卻感受不到敗選的氛圍 第一次來到東京參選 人生不熟 不過十萬生二的選戰策略 卻說服年輕選民 一隻隻選戰影片 幾乎天天上傳到社群網站 用網路和年輕人對話 更罕見的是 這些影片都是支持十萬的志工 自行拍攝製作 等於不用多花選舉經費 就達到宣傳效果 也幫助十萬在選票上 更勝政治老將聯訪 我的力不足 我會有力量 儘管有在野聯盟的支持 但聯訪得票率落局第三 也讓支持者擔心 他的政治未來 Tim雄恩綜合不動 來進一步看看日本民眾心知所想 說是日本媒體報導 日本二線城市 希望美式賣場來進駐 而且多多展店 到底怎麼回事 交給資深記者 崇婉柔 日本現在很多城鎮 他們是非常希望 美式賣場可以來進駐的 為什麼呢 主要就是因為 它可以投資潛在的場址 還有這道路的基礎建設 當然也有機會是被翻新的 第二個就是提升政府的財庫 因為它可以繳交更多的稅收過來了 當然因為美式賣場 提供的就業機會 也能減緩在地人口的快速減少 在2021年的時候 這個美式賣場 就到松本縣的御船町 這邊來設廠設職了 這個盯長藤木振興就說了 他來設職之後 已經快速打響知名度 就像一座主題樂園一樣 因為在2016年的時候 一連串的地震 可以說是重創雄本線的 所以這盯長 為了要振興地方的經濟 他多次前往美式賣場的子公司 那麼力卻 他們可以來做城鎮投資 而且可以作為一個重建象徵的 這近三年來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地方 人口已經增加了300人了 另外還有財產稅等收入激增的 所以目前我們看到 這個美式賣場 在日本中共有33家的門市 預計今年他們還會再開3家 現在的日本跟我們台灣一樣 氣候都是要挑戰極端的酷暑 那麼極端的高溫在靖岡這邊 已經測得到40度的高溫 繼續再把時間交個宛柔 這炎炎夏日不只台灣熱 日本也很熱 來看到在日本的靖岡線 靖岡市在昨天下午1點18分的時候 測得40度的高溫 而且這還是創下當地 自1940年以來的最高溫度紀錄了 也是今年的首例 那麼截至昨天下午的2點前 最高溫超過38度的地區 還有群馬縣的夏日田丁有39.8度 另外福島縣的浪江丁 山梨縣的大岳市 及靖岡縣的冰松市 也出現了38.8度的高溫 同時因為溫度高 濕度也很高 所以當然這中暑的機率也增加了 所以昨天日本政府 也在關東到沖繩在內的26都府縣 發布了中暑警戒警報 那麼根據了這個東京消防廳的統計 截至昨天下午3點前 總共有86個人因為中暑送醫 甚至還有兩人是中症的 日本先台的七夕季遊行 表演者翰如雨下 週五這天日本多地又迎來猛暑日 21個都府縣發布中暑警報 這裡在埼玉県熊谷市 在在拉圖城市 在拉圖城市的 拉圖球的優秀 也很熱 旗域縣熊谷高溫上看38度C 三重縣松板市更在5號下午測得 39.7度的高溫 東京連兩天飆破35度 至少55人中暑送醫 就暖化影響周圍其他的國家 也熱到受不了 南韓既打破史上最熱 6月紀錄以後氣溫也還在飆 週五西南部多地體感溫度上看35度C 大陸上海也搶先在週四 發布橙色高溫預計 上海昨天正式出煤 出煤之後高溫就來勢洶 包含紅口 普陀 長寧等地 都出現逼近40度的高溫 但預計悶熱天氣還得再忍耐 至少6天 出來轉一圈我們就回家了 今天出來太熱了 全身的汗就往下流 家裡面只有那空手 這一下出來以後我就不想在外面對 因為家裡面跟外面就兩個世界 高溫的天氣還導致上海吉祥航空 一架航班變成大門鍋 原來是搬機的空調故障又發生起飛延誤 導致乘客登機後又得在機艙補等 最後熱到身體服飾送衣 測試航班計劃在18點10分起飛 但因雷雨天氣而發生延誤 導致乘客在機艙內滯留近兩個小時 由於空調制冷效果差 致使旅客重暑 其餘感受高溫危機的還有新加坡 當地靠近海灣的直落亞裔街震 飽受城市熱島效益佐苦 成為當地最熱的地方 如何幫建築物降溫成為各大城市主要挑戰 新加坡媒體報導 若全球無法實現抗暖目標 那麼本市寂寞新加坡只會熱上加熱 屆時超級熱天恐怕從每年平均的21天增加到351天 甚至連入夜都無法感覺涼爽 最低溫將達到26.3度C 但相比都市上班族有冷氣吹 中東的伊拉克攤商救苦連天 只能天天頂高溫做生意 還有民眾祈求上艙聯名讓天氣不要這麼熱 其餘深刻感受氣候暖化的還有未處溫帶大陸型氣候的莫斯科 週四測出32.7度高溫 一口氣打破1917年來的紀錄 美國阿拉斯加的朱諾冰川也還在加速消融 7月才剛開始全球各地就陸續寫下高溫記錄 人類受到的影響將不再只是單純中暑還有被活活熱死的危機 雨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再看有哪三大因素衝擊到日本的競爭力 交個溫柔 人口老化問題也是日本政府現在非常迫切需要解決的 來看到日本後生勞動省在去年6月前的調查 他們就發現說獨居加戶數來到了1849萬5000戶 可以說是創同期史的新高佔比更來到了34% 另外獨居高齡者也有855萬3000人 可以創下同期史的次高 但是反觀這個家中育有未滿18歲的加戶數 只有983萬5000戶 是同期史上的新低 等於說這日本現在還是持續面臨著 少子女高齡化以及未婚率持續增加的影響 但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日本經濟評論家他自己就分析了 他就說因為未婚化跟不婚化的影響 其實哲學院他們經濟上有非常多的 非正規雇用勞工是在持續上升當中的 也因為工作還收入不穩定 所以因為經濟的理由 讓很多人是不敢太貿然結婚的 雖然不得已必須獨立的自己生活的 所以當然就會影響到 這個未婚率持續上升了 所以他認為說有效對策 應該是要考慮讓非正式員工 轉為正式員工 還想知道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拿起手機 掃描旁邊的QR Code 雜入TVBS新聞APP 更多的即時信息 帶你一手掌握